如果说你实在是过于的 就对其中特别的在意 那你只能有一个方式 血糖整体不是有点偏高吗 你就用上一点点胰岛素 少用一点 六个单位八个单位的长酸 但是一天得打一次 你看你能接受这样的方案 就是也不吃二甲装瓜 也不吃阿卡锅糖 就打一次 就每天都得打 对 自己注射 在胳膊上是肚子上 一般的话 胰岛素注射的位置 它还是比较灵活的 它可以在这个就是上臂 这个位置 也可以在腹部 皮下脂肪比较多的地方 也可以在臀部和大腿 但是最好操作的还是腹部 而且吸收相对来说最好的 因为臀部大腿会受到活动的影响 腹部是最好吸收的 还有这个上臂的话 如果比较胖的人的话 可以选择上臂 这样子也好操作 我其实并不是特别建议 主张你打胰岛素 因为你的糖化血和蛋白 怎么放的呢 但是因为啥 你吃了二甲装瓜 你又会特别的去关注你的体重 西哥热厅呢 就是相对来说 它对体重是中性的 但是血糖控制的又不是说特别好 咱们可以尝试着 稍微打上一点点 把这一支打完 这一支300个单位 打出去看一下 也许能达到你所想要的预期 血糖也还不错 然后那个体重可能也会有一些改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